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使用的是全城市一样的包机 并没有跟国际的人混搭 阳光沙滩比基尼 我的疫苗在哪里 旅游泡泡旅客出发前需PCR1信 返国精深猴唾液检验 采防疫旅馆或家中一人仪式 加强自主健康管理 第五天PCR1信后 进行九天一般自主健康管理 然而仅打第一剂疫苗且未满14天 五加九减疫被认为可能重演三加十一疫情破口 等等什么叫破口 都已经说服全责了 你还在那边破口 大家坐好 指挥官来机会教育一下 刚好问起 这没有所谓的三加十一的破口 三加十一这样的政策里面 并没有影响到社区 那当然有一些基础员跟家人 还有诺富特里面的一个员工 他是在里面好像是一个群聚的事件 并不算是一个社会的破口 我要再澄清一下 从华航诺富特群聚到无洲狮子会 游人与人连结到万华阿宫殿 现在拍板定案 华航诺富特是内部群聚事件 三加十一从来不是破口 华航事件 诺富特事件的最主要的那一群 九个里面最大的这一群的基因定序 又跟宜兰 还有这个卢州 他们的定序是完全相同 5月15号台北计入三级警戒以来 台湾已累计14546例确诊 807人并没 我一直不明白 部长说三加十一要付 全责怎么付 原来在他眼中三加十一不是破口 所以所有境内确诊都跟三加十一无关 那就没有责任了 难怪不需要会议记录 范云这阵子是不是跑去开云端厨房了 怎么这么沉寂啊 所有的这些相关在指挥中心的政策 那都是由我来负责 不是破口就不用负责 部长说华航没有破口 次长说破口在万华 这波操作我终于看懂了 但还是有的人执迷不悟 因为吃饭睡觉打咚咚 柯文哲是咚咚 台北市长柯文哲很不是滋味 他说现在追究三加十一已不重要 800多人因此死亡 感染源还在社区中潜伏 这让他更戒慎恐惧 政府不需要去否认错误 应该要想如何堵住破口 不让他再度发声 陈思忠想说 人家在立法院问他三加十一 他说他负责 我到昨天才知道说 他为什么会说他负责 因为他看起来是不用负责的吧 其实没有人要谁负责 因为没有人可以为人民负责 可是我们需要的是执政党 必须要认错 而且要改进 泰国旅游泡泡重启 那大家都关心的 这个我有旅游泡泡 我有旅游泡泡 那这两天外交部也 也给我们文 机场到时候做PCR 那回来的时候 他也是一样 要跟一般旅客一样 也做生活拖曳 在机场做 那接下来就进行 5天的加强版的自主管理 加上9天的自主管理 谢谢阿中放出好消息 15月份台湾本土疫情爆发 暂停的国旅泡泡 就在明天七夕 正式重启 台国泡泡 AKA 兼具疫苗接种的维度价 费用落在3.5万到6.5万间 有旅行设夷上架 就塞进600人封抢 直接迈爆 不需要14天住防疫旅馆隔离 比关岛行程更具吸引力 还有辉瑞 娇生 莫德纳 三种疫苗共2000计刃均选择 旅客只要确认行程后 以一位二向 国流观光局台湾办事处联络 到达当日就能在国流国际机场 免费施打 并提供疫苗施打证明 国流观光局在双手奉上50元美金 约台币1400元 作为当地旅游金 防兴动机 防兴动机 相较于4月份来讲 很大的差异是 它兼具疫苗施打 疫苗旅游的这个功能 那另外一个就是 最大的差异是 它是可以做自由行 不过指挥中心规定 参加者得6个月没有出入禁记录 如果你各位 今年7月到过关岛打疫苗 很抱歉 只能跟国流泡泡说再见 当地供应施打的疫苗 已交声占于5成 且8月底就到期 一时不查台湾人热情的 国流观光局也已经收到 爆量旅客信件 台湾旅行社怕触发 无法介入疫苗预约操作 因此就算买到行程 也不能保证有疫苗可打 陈志冲强调 不留境内已经全员打过疫苗 又是本土零确诊 五国是采用包机 也没有跟其他国际旅客混搭 算是安全的航线 国人出发前也有PCR检测 返国五天加强版自主健康管理 完成后还要再做一次PCR检测 防疫应该算是很完整 当政府采取的相对的 换官相对的严格的过程当中 都要做好谨慎的评估 台湾经不起第二次而略 台湾经不起再度付出这么代价的 惨痛的血淋的教训 尤其我们的经济没有办法再承受 这么多的市民经济 还在水深火热当中 台国的泡沫虽然一刹花火 就怕政府的把关都太脆弱 第二个又来闯祸 我已经看破 想不到 一点都不难过 我还是去澎湖旅游泡泡就好 立陶宛与台湾互设代表处 患难能够见真情 一场疫情也能让台湾发现 原来自己有这么多朋友 继美国及日本之后 立陶宛赠台2万亿苗 13天前已到货 数量不多但重要的是新亿 外交部7月20号在开记者会重访宣布 台湾即将在立陶宛的首都 维尔纽斯 Viu News 设立 驻立陶宛 台湾代表处 代表处的名称是 The Taiwanese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Lithuania 立陶宛位于欧洲东北部 为波罗的海三国之一 面积比台湾大1.8倍 人口却仅约280万人 联合国统计2020年 立陶宛在中国进口总额只有3.8亿 占比约1.1% 出口总额约13.4亿美元 占比约4.1% 并在今年5月以分化欧盟为由 正式退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 17加1合作机制 这次更进一步宣布与台湾互设代表处 民进党用实力告诉台湾人民 口罩外交是真外交 罢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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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作为欧洲国家第一个 以台湾为名设立的代表处 这样的辱华行为 当然是中方坚决反对 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 直指立陶宛政府不顾中方 反复交涉 允许我国政府 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 公然违背两国建交公报精神 严重损害中国主权 决定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使 也要求立陶宛政府召回驻中国大使 我们敦促立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恪守建交承诺 我们也证告台湾当局 台独是死路一条 立陶宛外交部发出声明 表示对中方此举表示遗憾 并重申在一个中国原则下 决心和欧盟及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一样 发展与台湾的互利关系 立陶宛他们捍卫国家尊严 以及自由里面的坚定意志令人敬佩 人生难得一知己 原来距离台湾8279公里远的地方 还能找到能够如此相挺的好朋友 国会议员Dobin Zakalianne在推特回应 并不会对在维尔纽斯设立台湾代表处而感到抱歉 议员Meta Smalikis在联书表示 中国只要一步高兴就召回驻外大使 但通常在半年后就会悄悄回来 而在38天前重申不支持台独的美国爸爸 也对此作出回应 真不枉费我称你一生爹 如果有生之年能到欧洲 我一定去立陶宛拜访旅游 可惜我的薪水最远只够我到屏宫潮州 别说了我先去买几包立陶宛巧克力 再配个沃福斯啤酒 每次一装 烫衣在家美食陪你不孤单 台酒面摊推出最新人气立作 焦葱纯酿乌醋风味干面 酒酵熟醋乌醋与蜜芳香辛料 酸甜咸辣好滋味 全台小七全家莱尔富台酒通入热买中 快追踪订阅老天鹅娱乐 随时掌握最新动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